電信業者在今年中就能夠提供4G服務 而4G能夠為生活帶來哪些改變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 最近天氣變化大猝死的意外頻傳 這個智慧手錶可以隨時監測 老人家的心跳血壓 如果遇到緊急狀況 只要按下手錶旁的這個紅色的按鈕 就可以立即將求救的訊號發送給家人 他按了一下紅色按鈕 那他會自動播出求救電話 家人在第一時間 可是他在哪裡求救 然後甚至會把地址直接秀到上面去 即使他在室內也可以做到定位 台灣的4G服務年終將開台 預料將會有更多的應用服務 推陳初心 網路手機的商務已經相當成熟 但交易的安全性 還是讓很多消費者卻步 交通大學博士生陳博凱 研發了這一套空中簽名 安全性高不容易模仿 也難破解 奪得了不少大獎 手機當成筆在空中簽名 我就可以辨識你本人簽名 即使你手機掉了 或者是你密碼被人家知道了 你也不用擔心 因為沒有人有能力做出跟你一樣的簽名 網路越來越便捷 速度越來越快 但電磁波干擾的疑慮 也讓人憂心 工研院以LED光波段來取代 室內的Wi-Fi無線訊號傳輸 讓LED燈不只可以照明 也可以當成網路分享器使用 工研院表示可見光通訊是利用LED光波特性 透過透鏡聚焦接收傳送訊號 在醫院裡護士只要推著行動醫護車 幫病人量測血氧濃度血壓 數值就可以立即上傳到電腦 方便又不會有電磁波干擾 成本也比現有的設備低 是相當具有潛力的新技術 藉陳舒均 陳信農 台北報導